越是怕水,越要把你关在水下 教官李祝华就是要通过这种极致的训练方式 帮助姆文涛克服心谋,突破自我 那么怕水的姆文涛要先如何呢 时间完全够 现在就考虑你如何细致地去找到这个钥匙 不要乱啊 同一种品牌,同一种规格的锁 钥匙的指形很难区分 以姆文涛的能力,在水下憋起一分钟不是问题 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半 他还能沉着冷静地回忆起钥匙的形状吗 面对笼子里无规律放置的六把钥匙 此时,姆文涛已经慌了神 可以换器,换器马上开始 赶快时间再走,找锁,钥匙 三分二十秒了,你还有四十秒的时间 你有这个能力,有这个实力,完全大量 耳边充斥着教官李祝华鼓励的话语 但时间上的紧迫感让姆文涛在慌乱中滑落了已选中的钥匙 rigid刷也未语 -什么啦? 钥匙降了 钥匙降了 是 钥匙降了,怎么出来 还有二十秒 不许一放弃, уг 我再去你的右手 再次入水 摩文桃发现 钥匙恰巧吊在了铁笼的正下方 继续